谢谢你收看信心连结 在这里我们帮助你跟神连结 我们说到国王当我们说到掌权作王的时候 听到国王这个名词的时候 对现代的人来说在我们活在现在21世纪的人来说 我们听到国王这个词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觉得有点陌生 因为现在大部分的国家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 都已经不再是像以前的国家一样 就是由君王统治了 现在国家有国家的政府有国家的领导人 就是总统大部分的国家都是这样 那还有少部分的国家仍然有皇帝君王统治 就是君主立宪的这种体制存在 那可能你会看到有英国有日本这些国家 甚至有一些沙吾利阿拉伯地区的一些国家 可能还有这些君主存在 但是当我们看到圣经中的君主的时候 跟现在的君主的时候 其实又还是有一些差别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的君主没有绝对的权利 那我相信以前在中国的历史上面 君王皇帝 他说如果要把这个人拖出去斩了 就必须拖出去斩了 拥有这么大的权力的君王 现在可能没有 就连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 他可能也仍然要被国家的宪法限制住 但是当我们看到圣经中 圣经里面一直提到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国家的王 在圣经里面当时的古代的文化跟传统就是 一个国家的王拥有绝对的权利 一个国家的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 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如果你之作王 如果你是那个时候你是国王的话 那你就掌权一切 掌权国家大大小小的任何东西 任何事情 你是一个国家里面最高最高的统帅 所以当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 圣经说神就是王 我们必须带有这个概念 神就是王 在圣经里面的意思就是说 神是最高至高无上最高的全宇宙 全世界的统帅 没有人可以控管他 没有人可以给他意见 没有人可以管辖他 所以就像我们的经文里面 我为你们分享几个经文 第一个经文在诗篇的104篇 他说103篇 103篇的19节诗篇告诉我们 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 他的权柄同管万有 圣经在这边告诉我们 神是王 神同管万有 没有人比他更高 在我们的另外一个经文里面 在但以理书的四章三十五节 但以理书这边的四章三十五节 告诉我们神 他凭自己的执意行事 天地上所有的居民 或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东西 可以命令上帝 没有任何的人 或是任何的东西的权力 比上帝还要高 所以从圣经的角度来看 我们说神是王 神掌权代表说 神真的就是那位独一无二的王 独一的王 没有比其他更大 没有其他比他更荣耀 更伟大的王 所以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一个事情就是 在神的统治下 神掌管这个世界的万有 神是这个世界 这个宇宙的王 在神的统治下 不管你喜欢或不喜欢 不管你接受或是不接受 你都要对他负责 不管你认不认这个神 他仍然是你的王 这个事情 这一点事实 是我们必须认清的一个事实 不管你喜不喜欢他 不管你认不认识他 他都是你的王 我常常举一个例子 在我们的国家 有些人很讨厌我们现在的总统 有些人会支持我们现在的总统 但是这些讨厌我们总统的这些人 他们难道就可以不用听从总统的命令了吗 当然不行 他们仍然要 他们仍然要听从总统的命令 因为这个我们的总统仍然是他们的总统 虽然他们不喜欢自己的总统 但是这个概念就像我们一样 很多这个世界上很多人不认识神 很多人不 不喜欢上帝 他们可能 可能很敌对上帝 但是神仍然是他们的神 神仍然是他们的王 他们仍然要对神负责 他们仍然要听从神的命令 那在旧约我们的圣经里面 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经文 主要的经文在撒摩尔记下七章 但是在这之前 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个简短的故 简短的介绍简短的故事 在旧约里面 以色列人 圣经里面 神跟以色列人有一个特别的关系 因为神跟他们立约 神拣选他们 让他们成为他的子民 神当时把以色列人从埃及 带出来 拯救出来 脱离埃及 拯救以色列人 脱离埃及人的奴隶 脱离埃及人的控制 所以神拣选他们 也拯救他们 把他们带领到他们 原本祖先要住的地方去 那块地叫做迦南之地 在神的带领下 神就像他们的国王一样 神就像他们的领导人一样 领导着他们 带领着他们 进到迦南之地去住 神是当时是他们的王 神也给 在西乃山的时候 神也给以色列人 他的法律 他的诫命 就是很有名的诗戒 神也不只是给他们诗戒 还有给他们很多的很多的律法 这些律法 在圣经里面 我们称为叫摩西五经 那摩西五经 其实就像以色列的宪法 国家宪法一样 所以我们看到 在旧约那个时候 神是以色列的国王 他一直带领着他们 但是进到四世纪的时候 圣经的其中一本书 叫四世纪的时候 当以色列人 他们进入到应许之地 也就是迦南之地 住在那边的时候 一代接着一代 一代接着一代 他们 以色列人 他们的后裔 他们开始越来越不认识神 他们开始越来越不遵守 神给他们的法律 他们开始越来越反叛神 越来越不听神的话 他们一代接一代的 越做越 越来 变得越来越坏 越来越多的邪恶的事情发生 他们开始 不想要听从神的带领 但是神这个时候 他就会允许 其他的国家来攻击以色列 来骚扰以色列 这个时候以色列人 他们才恍然 他们会说 神啊我们错了 他们这个时候才会 又回到神面前说 上帝 我们错了 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这个时候 神就兴起了一位士师 一个就像民族英雄的人物一样 兴起一位士师来拯救他们 神会拣选一个士师来拯救以色列人 然后以色列人 又开始回复敬拜神 可是 好不过三代 好不过三分钟 马上的以色列人又开始 他们的儿女生出来以后 又开始忘记神 又开始忘记神 然后就是一直这样的重复的循环 重复的循环 在圣经里面 四世纪让我们看到一个 一句话 一直重复在四世纪里面 他说 当时以色列人没有王 个人任意而行 这句话其实说的很讽刺 以色列人并不是没有王 以色列人有一个王 那就是全人的真神 全宇宙的独一的主 耶和华 但是以色列人他们要的王 不是神 他们不想要神当他们的王 所以他们一直的犯罪 一直的犯罪 直到一个地步的时候 以色列人他们跟上帝说 上帝我们要一个王 我们要一个人类的王 可以来统治我们 我们想要像其他的国家一样 其他的周边的 其他的国家一样 有一个人类的王 可以看得见的王 一个人类的王 可以管理我们 可以保护我们 他们好像在跟上帝说 上帝啊 我们不要你当我们的王 上帝我们要一个我们自己的王 所以在我们的圣经里面 撒末记上的八章里面 当时以色列人 他们已经开始跟神这样要求了 他们跟神这样要求的时候 神说了一句话 他说 他跟撒末说 他们在撒末记的八章里面 他说 百姓像你说的一句话 你只管一从 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 乃是厌弃我 不要我做他们的王 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 他们常常离弃我 侍奉别神 在撒末记的八章里面 我们看到神说 百姓常常离弃他 背弃他 百姓不想要神当他们的王 这些以色列的百姓 他们已经不想要神当他们的王 他们想要自己选出自己 和自己心意的王 所以他们这个时候跟上帝要求 他们要一个人类的国王 上帝就允许他们 任凭他们了 他们选了一个国王 从表面上看起来 这个国王真的还不错 如果以世人的眼光 以我们现在世人的世界的标准 社会的标准来看这个人的话 你可能看他的履历 你会觉得 这个人非常的不错 合格认可了 就选他吧 这个人叫做扫罗 他在当时 他是一个高富帅的人 他非常的高 他非常的强壮 他非常的俊美 而且他的家庭背景也不错 很有钱 他的爸爸非常的有钱 在大家的眼光中 这个人就是唯一的人选人 他就是可以当我们以色列的王 他一定可以当我们带领者 看到他的时候 我们就会觉得 气势都起来了 因为他在我们的眼中 以世界的标准来说 他真的很不错 圣经里面记载说 扫罗比人家高一颗头 比一般人都还高一颗头 而且长得非常俊美 所以这个时候 神就允许以色列人 拣选这个扫罗来当他们王 刚开始 没错 扫罗真的不负众望 扫罗真的刚开始做王的时候 带领以色列的时候 他真的做得还不错 他非常顺服神 他也非常的谦卑 但是慢慢的 慢慢的 扫罗他开始 他开始越来越骄傲 他的心开始越来越腐败 他变得开始越来越昏庸 他甚至开始 嫉妒心越来越重 有人如果想要 他觉得有人的权力过大 想要篡夺他的王位的时候 他就会 想要处死 杀死 对方 他的疑心病越来越重 嫉妒心也越来越重 过了很 不过几年 他就变得很腐败 甚至变得很残酷 他也不再听从神的指令 他也不再敬畏神 到最后 任何对他产生威胁的人 他都把他杀死 变成这么腐败昏庸的王 在扫罗之后 扫罗当然他的结局不是很好 但是在扫罗之后 上帝 他说 我要拣选一个合我心意的王 以色列人 他们想要选一个 他们合他们心意的王 结果以色列人 遭遇的状况是 他们有得到了一个昏庸的王 他们得到了一个很糟糕的王 他们的扫罗的王朝 结束得非常糟糕 但是在现在的时候 神说 我要拣选一个合我心意的王 这个王叫做大卫 神拣选大卫以后 让大卫成为 以色列的国王以后 神为 神祝福大卫 也带领大卫征战 很多场征战 平息了周边的 国家的骚扰 也重建了 把 重建了王宫 并且把首都 迁到了耶路撒冷 神祝福了大卫 让他的国家 让他的王朝 非常的强盛 大卫的王朝 算是以色列的国里面 最强盛的一个王朝 但是到了 撒母尔记下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 今天的经文的时候 到了撒母尔记下的时候 我们在撒母尔记下的 七章 我们看到 神 神使大卫 在我们的第一节里面 在第二节里面 在第一节 还有第二节里面 神使大卫 安静 这个经文告诉我们 神使大卫 的国度 非常 他的国家 非常的和平 而且拥有安息 大卫这个时候 他非常想 他这个时候 他就在他的皇宫里面 就行走 他看着 看着自己的国家 这个时候 他看到神的会幕 他看到神的会幕 还只是一个 一个帐篷 这个时候 大卫心里想 嗯 我应该来帮上帝 建造一个神殿 我自己住在宫殿里面 我是一个国家的国王 我自己住在一个 很好的宫殿里面 我的神竟然住在 一个小小的帐篷里面 所以这个时候 大卫他决定 他要帮神 建造一个圣殿 其实大卫 他在 他目前的状况 他虽然是 国家的国王 但是其实对于 神来说 他只是一个 摄政王而已 大卫 他虽然是 以色列的国王 但是这个国 他这个国王 他只是 他只是 神的代理人而已 他只是神 跟以色列人 之间的中间人 神仍然是国王 但是我们看到这边 大卫想要为上帝 建造一个宫殿 他想要 他打算把 帮上帝建造一个 很伟大的神殿 因为他认为 他认为 其他的国家的神殿 都非常的 雄壮 宏伟 其他国家的神殿 都 其他的神的神殿 都非常的华丽 但是我们的神 竟然只住上帮 所以他想要帮神 一个忙 他想要帮助上帝 但是当大卫 这么提出 他的想法的时候 上帝突然 介入了 上帝跟大卫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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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卫 你不应该这么做 大卫 你搞错顺序了 这个时候 上帝跟他说 上帝跟他说 这样的话 好像一个讽刺 他说 大卫 你自己先住 这么好的宫殿以后 你才回来想到 我要帮我建造房 建造一个圣殿 大卫 好像你自己 先舒服了以后才想到我 好像在奉仕大卫一样 但是我们这边要看到几件事情 就是 第一个 我们这边有两个事情要让你看到 就是第一个 神为什么不让大卫建造圣殿呢 因为在我们圣经里面 我们看到神永远都是 主动者 神永远都是王 永远都是他来带领 而不是别人来带领他 在我们的圣经里面 我们看到神是唯一的创始者 唯一的主动者 什么是主动者呢 就是任何事情 任何事情都是由神先来动作 我们才可以跟着动作 就像国王一样 国王必须先下令 人民才可以动作 国王没有下令 人民不可以有动作 我们要看到神是主动者 就是这个原因 大卫这个时候 他好像没有问过神的允许 他就想要帮神建圣殿 好像上帝需要他的帮忙一样 好像上帝 好像他的位分比上帝还要高一样 但是从这边我们看到 神跟他说 我才是主动者 当初是谁先去找亚伯拉罕 跟亚伯拉罕立约的呢 上帝 当初是谁先去找摩西 并且告诉摩西 你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呢 仍然是上帝 从圣经起初到现在 到圣经最后一本书 我们都看到任何事情都是由上帝先出动 任何事情都是由上帝先动作 第二个事情 我们要看到的事情是 神使大卫得荣耀 而不是大卫使神得荣耀 大卫他觉得他想要帮上帝建一个宫殿 是因为他认为我如果帮上帝建一个很宏伟 很华丽的圣殿的话 那我会让上帝变得更有名 我会让上帝变得更有威严 更有荣耀 但是上帝跟大卫说 大卫你搞错了 是我让你变得有荣耀 是我让你得着荣耀 而不是你来帮助我得荣耀 大卫这个时候 上帝才这个时候在提醒大卫 大卫 你还没有当国王之前 你只是一个放羊的牧羊的小孩 你只是一个牧羊的小孩 是我拣选你 我帮助你打赢战争 我帮助你打败格利亚 我帮助你成为国王 是我让你成为国王 你有现在的成就是因为我帮你 你没有办法帮我什么 我们在这边看到 神要让大卫知道这两个事情 但是在这边我们看到 撒摩尔记下的七章的十一节的时候 还有十二到十六节的时候 我们要看到一些事情 神跟大卫应许了一些事情 他对大卫给大卫的应许一些事情 他说我要为你建立家事 在我们的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神应许大卫说 我要为你建立家事 在我们的十二节到十三节 你看到 这是神对大卫说 他说你受数满足的时候 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 我必使你的后裔 接续你的位 我也必坚定你的国 大卫在这边好像 他原本想要帮上帝建立一个家 但是这个时候上帝跟他说 是我要帮你建立家 我要让你的王朝一直到永远 虽然你有一天会过世 但是你的王朝仍然会继续 我不会把你让你王朝 结束的 你的王朝不会像扫罗一样 那么糟糕的结束 我会确保你的王朝继续 这是上帝对他的承诺 第二个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十四节 七章的十四节到十六节 神继续跟大卫承诺说 我要做他的父 也就是你的后裔 我要做他的父 他要做我的子 他若犯罪我必用仗子的 用人的鞭责罚他 但我慈爱仍然不离开他 像离开你面前所废戒少罗一样 你的家和你的国 必在我面前永远兼利 你的国位必定兼利 直到永远 上帝在跟大卫说 你的儿子会接训你的王位 你的后裔会接训你的王位 而且我要做他的父 他要做我的子 我们听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 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做神要做他的父 他要做神的子 在以前的旧约里面 我们就要知道 父跟子的关系就是 以前的文化就是 子承父业 也就是说 如果你的父亲是渔夫 那你的孩子就是渔夫 如果父亲是木匠 你的孩子也是木匠 所以当神要做 你的他的父的时候 这代表什么 神是统治者 神是王 那他的儿子呢 也会是王 子承父业的概念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 神跟他说 我要做他的父 他要做我的子 这不是说他们有DNA 上面的关系 或是血缘上面的关系 但是我们看到 神要做他的王 神是王 那他的孩子 也就是说大卫的后裔 也会是王 神要做他的父 那同时我们看到一个事情就是 当神说 你的国家 你的国 跟你的王位 必定坚立 你的王朝会存在 一直到永远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对大卫来说 他有两个选项可以相信 第一个 他会认为 他的王位 会有一直 会有一直 一直会有后代 他一直会有 后代 一直接续他的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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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另外一个选项 可能一般人都不会想到 大卫自己可能也不会想到 就是 他的王位 的继承人会永远活着 一个继承人会永远的活着 一直坐在王位上面 正常人来说 我们都会选择第一个选项 因为这是蛮合理的选项 就是 接班人一直接下去 接下去 王位的接班人一直接下去 然后王朝直到永远 这个是我们正常合理的选项 但是 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 神说这个迟到永远 可能是一个夸事法 就像 你可能对你的老婆说 老婆我爱你爱到永远 这是一个夸事法 你不可能活到永远 但是 这是一个夸事法说 你真的很爱你老婆 所以 可能有些人读圣经读到这里 你会觉得说 上帝说永远 让大卫的王位 迟到永远 好像是一个夸事法 让大卫觉得 这个祝福很棒 但是 我跟你讲 神的永远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真的永远 因为上帝 不会死 上帝拥有永生 上帝拥有永恒的生命 他 不会被时间限制住 上帝是创造时间 时间的起头 时间的结尾 所以当上帝说永远 就真的是永远 那我们要看到 这个 这个上帝 要这个给大卫的祝福 怎么真的应验呢 以赛亚书 在以赛亚书里面 九章六节 神给了我们人类一个预言 他说 有一婴孩为我们生 有一子赐给我们 正权必要担在他的肩头上 他的名要称为奇妙的策势 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 从这边我们看到一个事情 神 要赐给我们一个君王 那个君王 那个君王是谁 以色列人当时也花了很多的时间 他们也花了很多时间 要知道这个君王是谁 他们甚至也搞不清楚这个君王是谁 但是他们知道将来会有一个君王要来 要来拯救以色列 要来重新带领以色列 我们在最后看到 在新约的时候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马太福音 的一章一节 马太福音的一章一节 让我们看到一个事情 马太福音一章一节 我来这边为大家念一下 他说 亚伯拉罕的后裔 大魏的子孙 耶稣基督的家谱 大魏的子孙 耶稣基督 神跟他说 有一子要赐给你 这个就是在预言耶稣基督 当神跟大魏说 大魏我要让你的后裔 接训你的王位 而且我要做他的父 他要做我的子 我要让他永远坐在宝座上 同管万有 这个是真实的事情 这个不是一个开玩笑 神随便开口的承诺而已 神真的拆派了一个人 神真的 拆派了一个君王 来拯救这个世界 来通管这个世界 那就是耶稣基督 他是大魏的子孙 耶稣基督 他是大魏的子孙 他也是神承诺 要给我们那一位君王 神真的是他的父亲 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 他称他自己的父亲为说 天上 他称上帝为我的父 当耶稣受洗起来的时候 天上 天空裂开 神从天上有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们看到耶稣就是那一位 那一位预言中的君王 他要来带领 他不只是来带领以色列人而已 他要来带领全世界的人 他要来带领全世界的人 从黑暗的国度 进到光明的国度里面 他要来拯救他的人民 脱离黑暗 我们在 接下来的 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 我们看到 保罗告诉我们 因为基督必要作亡 基督已经作亡了 他必要作亡 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脚下 竟莫了毁灭的仇敌 就是死 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 耶稣已经作亡了 这两千年前 他来到世界上 他就已经来到世界上 就是为了作亡 耶稣这个亡 他不会再死 耶稣仍然 现在仍然活着 因为他从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后 他死在十字架上 三天后又复活 他复活到现在 他没有再死 耶稣基督仍然活着 他现在坐在天上 同广万有 他在新约的时候 在 马太福音的时候 他说 天上地下 所有的全民都赐给我了 耶稣基督仍然活着 他仍然是王 因为耶稣基督一直 活着 他没有再死 他从死里复活 一直到现在 他仍然活着 我跟你讲 他活了两千多年 到现在他仍然活着 他仍然活着 就代表说 他的王朝仍然存在 他的王朝一直持续 现在你有一个决定 你要相信耶稣基督 让耶稣基督带领你 还是你要拒绝 耶稣基督 你要在他的统管 统治下 你仍然拒绝他 你知道这仍然拒绝 耶稣基督的话 这个状况会像什么 你就像一个叛军一样 你觉得国王会怎么处置叛军 在我们的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 他已经作王 他已经把仇敌 都放在他的脚下 这个仇敌是什么 就是死亡 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战胜死亡 他是那位带领我们 打败死亡的君王 带领我们 打赢圣仗的君王 你要不要跟从他的带领 我们需要耶稣基督来当我们的王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证明 他有能力带领我们 这是我今天要跟你们分享 我希望大家可以聆听这个神的话语 谢谢 谢谢你收看信心连结 在这里我们帮助你跟神连结